不放薄酒 不放料酒 不放花雕酒 没有土腥味 这样的鱼 他就是两个字 好侠 这是老弟 我今天早上去耍路样 耍的 对了 提火 干净个毛巾了 哥哥 这毛巾都是个老弟 我亲自洗干净了的 在我的直播间 你什么都看不到 你只需要两个字 认识两个字就行 洁癖 我的炒锅是大号的 医生有你 小锅直筋三四的 大锅直筋三六的 厚度一点二的 重量是两斤六两 两斤八两 小锅两斤六两 大锅是两斤八两 这锅的话 我用的是大号锅 你想盐锅 买无二的 你想挂墙上 买油二的 热锅热油 把锅润好 看到锅底下的油温 沸腾 沸腾了以后 我们把火关掉 关了以后您放 鱼身上的水分 一定要搞干 鱼身上的水分搞干 搞干 火关掉 您下锅的时候 先不要一起下 你就先下个脑袋的 煎一下 再开火 咬几下 不要一起下 在中间 再下下去 再直接尾巴放进去 然后再炫的 对了 每个人的成功 都是有原因的 你弟弟我 虽然说是身高一米八九 起重一百五十二斤 浓眉大眼 双眼皮 高挺鼻梁 嘟嘟唇 全网最火的鹅蛋脸 但是 很多老铁 很多女孩子 她不喜欢你 颜值帅 很多的女孩子 现在就喜欢 有实力 知道吧 我最大的缺点 就是长得太帅了 女孩子不敢触碰我 不敢触碰 她觉得 跟我两个在一起的话 她有距离 她配不上 所以导致我的话 到现在还是单身 96年代呀 也有压力 快30岁了 兄弟们 所以说兄弟们 你们记得 以后千万不要长得太帅 记住我说的话 那个秋天 天空灿烂灿烂 你陪着我 南部的艳阳天 好听吗 兄弟们 点点赞 给老公点点赞 女孩子的话 直接喊帅公 简称帅帅的老公 点点赞 来 一 二 三 一 二 三 四 做 拨 拨 拨 的圈圈 来 来 老天 来 铁锅煎鱼 两面金黄 焦香四溢 香气扑鼻 嘎嘎香啊 老天 家中常备花雕酒 幸福 永远 跟咱走 新味一去 把香味一蒸 加水 生姜蒜子 做鱼 多搞点 没钱 找人家借钱 都要去多么 搞点 生姜蒜子 弄完了以后 想不想吃剁椒酱 想吃 放一点点 带点脆脆的感觉 脆脆的感觉 搞点胡椒粉 来 浇点糖汁 来 浇点糖汁 来 浇点糖汁 浇点糖汁 肉里的圈圈 来 撒点葱花 淋点香药 然后呢 再撒点小芝麻 芝麻搞点 来了啊 开大火 热气腾腾 放到盘里面 对了 两个的 出发楼里的圈 来了呀 哎呀 好过瘾啊 哎呀 好过瘾啊 搞得蛮好啊 小伙子 哎 哦呀 来 找个筷子啊 我们来一起尝一下 这个肉 好不好 查啊 小孩子 觉得这个菜啊 刺比较多 我跟您说一下啊 尽量让他呢 多吃点鞭子 这个鞭子上的刺啊 他就少一些啊 尽量的话 让他吃点肚子 这个肚子的刺量 他也会少一点 好不好 煎鱼的时候 像这种翘嘴 你尽量多煎一会 开中火煎 把这个大吃啊 给他煎软一点 啊 吃的时候 我们品的就是这个胃 拿着 尬尬的好吃啊 大哥 大吃啊 嗯 嗯 嗯 好